彭亨州苏丹阿杜拉陛下今早在首都大使路国家皇宫 宣誓就任我国第十六任国家元首任期五年 陛下是在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上获选出任新任国家元首 取代辞职的吉兰丹苏丹穆罕武士 至于霹雷州苏丹纳斯林沙殿下也宣誓继续就任副国家元首 在今早七点四十分 苏丹阿杜拉陛下以及苏丹后阿兹扎抵达空军驻关丹基地 准备乘坐专机前往首都国家皇宫宣誓就任 上万人也特意前来欢送 场面浩大 一小时半后陛下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 获得雪兰儿州苏丹沙拉福丁 王储东顾阿米尔等一众高官显要的热烈公营 前往国会大厦 在二十一响礼炮响起下 陛下在国会大厦检阅仪仗队 首相敦马哈迪 首相夫人敦西蒂 副首相拿都斯里旺阿兹沙 内阁部长 朝野议员等人都出席官礼 检阅仪式后 陛下随后来到国家皇宫出席隆重的宣誓就任仪式 这场宣誓仪式是在第252次统治者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举行 有雪州苏丹沙拉福丁主持 包括马来统治者在内的900多人 见证了苏丹阿都拉签署第16任元首就任书 首相敦马随后也宣读就任书内容 宣告陛下正式根据法律和宪法出任新任国家元首 任期长达五年 几日起生效 而霹雳苏丹纳兹林则宣誓就任副元首 八度空间邓税金 吉隆坡报导 八度空间湾